这个十岁的男孩蜷缩着身体无法动弹 他发出微弱的呼喊 听到声响的消防员立刻靠近洞口 这才发现 男孩被困在了一处废井中 并且井口只有一个盘子这么大 这个只有成年人身体一半大的废井很深 消防员们光凭肉眼 无法看到男孩的身影 于是他们拿来了探测仪 将摄像头伸进井中 七米和寸头不停放缆线 伸至地下十多米时 才看到了这个无助的男孩 就在刚刚 男孩的母亲抱了紧 两个孩子本来在外玩耍 可是等到吃饭时 只有女儿回来 他怀疑儿子失踪便抱了紧 警察们来到家中 看到桌台上的老照片 其中有架风车 以前是用来给水泵供电的 但现在风车已经被拆掉 便留下了一口费劲 说到这里 大姐头和队长心里有了数 于是队员们开始以家为中心 向四处扩散寻找失踪男孩 正当大家检查周边的建筑时 埃迪发现了栅栏地里有一艘玩具坦克 这代表男孩可能来过附近 接着他走进去 发现不远处的木板上 有几个小孩子的脚印 意识到不对劲 埃迪立刻叫来队员帮忙 掀开了周围堆放的杂物后 一个废井口露了出来 根据推测 埃迪认为男孩应该就在里面 于是架上了探测仪 果然 男孩正卡在井里动弹不得 并且双臂并拥的他 胸部受到挤压呼吸微弱 快13米深的弟弟氧气一定很稀薄 于是奇米建议先给孩子供养 这时孩子的母亲也出现了 看到儿子还活着 他松了一口气 但小家伙现在的处境 立刻让他陷入了煎熬 天慢慢黑了下来 救援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 因为事情严重 于是警察局局长来到现场 准备提供一个高效的救援方法 据局长说 这个废井连接着800米外的水库 而男孩现在离地下河 只有2米的距离 如果救援不及时 男孩很有可能被淹死 没法从上面直接拉拽 也不能从水库里进行救援 队长想到了唯一的解决办法 那就是重新挖一条通道 于是挖井机很快到达现场 他们决定在井的南面搭一个钻甲 接着挖一条平行道 然后将消防队员送下去 徒手挖开两条管道间的间隙 再切割废井 从中救出男孩 救援开始 这一事故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注 记者们纷纷对现场情况进行报道 这时天宫不作美 原本应该向北移动的风暴 风向突变 朝着事发的袭来 暴雨加上疾风的出现 都让这场危险的救援行动雪上加霜 钻井机缓缓升起 一切准备就绪 监控中 男孩还是一动不动 此时距离他被困井中 已经快要十小时了 男孩的母亲来到现场 希望能与儿子说说话 队员们将通讯器放入井下 虽然弟弟通讯效果差 并且听不到男孩的回应 但大家都希望有妈妈的鼓励 男孩能够撑得更久一些 男孩听到声响将头抬了起来 这下周围人才稍稍放心 看到母亲快要崩溃 埃迪拿起对讲器 鼓励着男孩 可是暴雨说来就来 这让救援陷入了另一个难题中 男孩被困废井十多个小时 他浑身发暖无法动弹 更糟糕的是 风暴的来临 让这场救援变得更加艰难 地面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积水 队长让大家加盖井盖 并且挖一条沟区引流 可奈何雨水影响了挖井速度 原本剩下的一米半距离 只需一个小时 可现在却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完成 再加上巩固地基稳固支架 要耽误太多时间 黑姐说时间不多了 男孩被困太久 加上雨水淋湿身体 他现在的体温很低很危险 话音刚落 一阵雷声传来 局长赶来叫停了钻井机的工作 这样的雷暴天气 钻井机就像是一根移动的避雷针 随时都可能有危险 这时哀迪自告奋勇 说自己可以进入井中 手动开路 加上之前男孩听过他的声音 对救援顺利开展更有帮助 说干就干 埃迪整装待发 队长特地为他多备了一瓶氧气 因为地底涨水很快 以备不时之需 埃迪总共有30分钟的时间进行营救 为了保证安全 时间一到队长就会立刻拉他上来 所以救援时间十分紧急 这时雷声再次出现 钻井机必须强制停止工作 埃迪带着坚定的信念潜入了钻井中 随着绳索不断往下放 他慢慢来到了地下10米 这时通讯器信号已经变得非常差 到达目的地后 埃迪立刻开始凿墙 不巧的是地面的监控失去了画面 无法知晓景下现在的状况 当切割完成后 埃迪并没有发现男孩的身影 当他翻过身来 用电筒照亮下方后才发现 男孩已经下滑了一段距离 半个身子都浸在水里 听到埃迪的呼唤 男孩做出回应 埃迪也向队长报告找到男孩的好消息 可是因为信号的原因 队长没能听见对方需要严实的请求 30分钟救援时间已经到达 当埃迪手抓住男孩的一瞬间 绳索启动 生生将他拉了出去 看着离救出男孩只有一步之遥的距离 埃迪有些抓狂 于是一个冲动 他割断绳索 坠入了井底 昏迷中 埃迪想起了自己曾因奔赴战场 没法和妻子儿子待在一起 战场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他们的直升机突然被敌军击中 坠落沙漠 敌方火力太猛 导致了他的许多队友都身负重伤 作为军医的埃迪 不仅要救人 还得不时与敌方交火 情况十分危急 很不幸一名战友因此丧命 埃迪说什么都要保住对方的遗体 为此他的肩膀手臂多处受伤 当战友们子弹用尽 以为自己就要交代在战场上时 救援到来 重新给了埃迪生的希望 之后 他就获得了授讯 回忆涌上心头 埃迪在听到男孩的呼救后 醒了过来 他第一时间把男孩从井中拉出 万幸奇米此时也来救援了 看见埃迪还清醒 他十分高兴 于是奇米先将男孩救上去 准备稍后再放一根绳索 将埃迪拉起 看到男孩从井中出来的瞬间 周围的人都爆发出掌声 男孩母亲更是气不成声 接下来就是等着英雄埃迪出场了 当救援队准备放下绳索时 一个惊雷炸台 打中了钻井机 现场顿时火花四箭 钻井机车失去重心 直直砸向井口 原本脆弱的井壁瞬间塌陷 埃迪就这样被困其中 消防队员未救废井中的男孩 竟然被困在十几米深的地底 并且地下河不断涌入 让他差点溺水身亡 在雷暴发生后 埃迪被塌陷的泥土掩埋 看到井口被瞬间封住 队友寸头崩溃了 他发了疯似的用手刨着泥土 之后他向队长提出二次钻井 可是钻机已经损坏 徒手挖掘会引发二次坍塌 发现暂时没有办法营救埃迪 队友们都陷入了担心和焦虑中 此时的埃迪半边身子静在水里 他尝试抓起一旁的对讲机 可是没有信号带给他的绝望 让他发狂怒吼 埃迪再次陷入回忆中 他想到了自己可爱的儿子 虽然患有脑瘫 却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天使 自己怎么能放手离开 于是他戴上氧气面罩 潜入水中 尽力寻找着出口 奈何氧气消耗量太大 很快就亮起红灯 埃迪索性放弃氧气面罩 憋气潜水 他想起局长说 距离竖井800米开外有水库 决定一事 渐渐地 埃迪缺氧失去了意识 生前的记忆像走马灯一般出现 他想起出来消防队时 向寸头介绍自己的儿子 想到队友们给自己举办的欢迎仪式上 是儿子为自己戴上了有编号的消防帽 队友们更像是自己的亲人 大家一起工作 一起欢笑 想到已故的亡妻 儿子已经没有了妈妈 怎么还能再失去父亲 他们今后还要一起度过很多时光 他还要参与儿子的成长 想到这里 埃迪突然睁开了双眼 朝着上方的光点游去 终于 他冲破水面 出现在水库里 另一旁 队长正在分配营救任务 他们准备利用热成像搜寻附近一带 务必要找到队友埃迪 就在这时 一个晃晃悠悠的身影出现在大家面前 正是埃迪 他浑身掺杂着泥水和血水 看到他还活着 队友们都高兴坏了 一周后 埃迪出现在了儿子的课堂上 他将向同学们分享 自己那枚勋章的来历 救人无数的埃迪不仅在儿子心中是英雄 在儿子同学们的心中同样也是 但对于埃迪来说 眼前这个天使般的孩子 才是支撑他活下去的信念 儿子就是他的小英雄 消防队员们 总是会在救援现场遭遇各种各样的意外 许多消防员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才将别人从死神的手中抢回来 无论国籍 这份职业都值得我们去尊敬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伟大的英雄鼓掌吧 我是老马 喜欢紧急呼救系列 记得多多点赞关注和收藏哦 咱们下一期见